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拆除你的情绪地雷》,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15万字,我会用大约21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如何通过改变认知中的非理性想法拯救自己的不良情绪,获得更快乐的人生。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当生活没有按照想象的轨迹进行时,突发意外常常让你心烦意乱,情绪开始全弦崩溃,暴躁,抑郁,焦虑和自我憎恶,会为工作上的一些纰漏彻夜难眠,把抱怨整天挂在嘴边。 第二,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多变世界,意外和压力都无可避免,但当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久而久之,情绪上的淤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可以帮助你解决情绪问题的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概念。 什么叫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呢? 这个理论认为,我们的思想才是情绪的主要来源,因此呢,通过思维上的调整,我们可以有效减轻情绪带来的内耗,回归理性,不被负面情绪控制。 本书的作者阿尔伯特·埃利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在美国和加拿大,他被公认为是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应用心理学家。 排名仅次于卡尔·罗杰斯,甚至是超越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他所创立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是现代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理论之一。 他一生比更不错,诸有七十多本心理学专注,有很多已经成为了畅销书,销量高达百万册。 这本书的面试其实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1996年,阿尔伯特·埃利斯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更好、更深入、更持久的简明疗法》。 这本书原本是写给精神病专家的,但是在写作过程中,阿尔伯特意识到, 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情绪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只要问题不严重,想要解决它,也不一定依靠专业医生。 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自主书籍来解决,因此呢,就有了这本写给普通人的《拆除你的情绪地雷》。 我们今天有幸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来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 好,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接下来呢,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好,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本书。 第一,非理性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第二,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第三,如何利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挽救你的情绪。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非理性情绪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我们自己的表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评价体系。 有的时候,这个评价更多受外部影响。 你比如小时候,妈妈对你说,你这么淘气真是个坏孩子。 然后你就会认为自己是个坏孩子。 有的时候呢,这个评价体系来自于自我要求。 比如,我一定要考全班第一名,不然我对自己没法交代。 长久下来,你会形成一套衡量自我价值的评价体系。 只有当我乖巧成功,受人关注和夸奖的时候,我才是有价值的。 不然,我就是个很糟糕的人。 但是实际情况呢,也不一定是这样。 比如,你完成了一份很艰难的工作,虽然没有得到领导的表扬, 但是完成工作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你的工作能力并不差。 这就是评价体系的偏差。 而这种偏差会让你习惯用某一特定的行动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这个时候,非理性思维就悄悄地产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没有得到他人的认可时, 会难以自拔地陷入自卑,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我们来看书中的一个案例, 琳达正在为自己失败的婚姻痛苦不已。 她觉得离婚代表了她是个很差劲的人。 这种沮丧延伸到工作上, 她又开始为自己的失业焦虑, 担心公司迟早会发现她其实是个很糟糕的设计师, 然后会把她解雇。 你看,琳达这种自我评价就是有偏差的, 她坚持认为自己应该为失败的婚姻负责, 愧疚不安的心理进一步放大, 在她的潜意识中已经形成了, 因为我无法经营好一段婚姻, 所以我是个失败者的因果关系。 对她来说, 一次失败就等同于人生价值的丧失, 焦虑沮丧绝望的情绪循环, 使她患上了重度抑郁, 每天郁郁寡欢忧心忡忡。 要知道, 被评价体系偏差所影响的并不只是琳达一个人, 正如我们也会因为在老板面前说错了一句话, 而怀疑自己配不上这份工作一样。 评价体系的偏差使非理性情绪产生了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情况是对愿望的绝对化追求。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呀, 你把自己的需求变成了绝对化的强制要求。 人有需求是正常的, 这些需求可能是生理上的, 比如小婴儿需要吃奶, 也有很多是情感上的, 比如希望得到父母的夸奖。 但你要知道, 并不是任何需求的满足都要按照你的意思来。 如果你生长在一个溺爱的家庭, 就很容易孩子气, 认为爸妈必须爱你, 你应该拥有最漂亮的玩具, 你想要的一切都必须得到, 周围的所有人都应该按照你的意愿来生活。 一旦没有人满足你的愿望, 让你受挫, 你就会认为这个人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 生存的本能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本来是很健康的需求, 但你一旦把它上升成为偏激的想法, 或者对他人的约束, 非理性思维就产生了。 这种思维会让你陷入愤怒和暴躁, 比如书中提到的泰利, 他被一个在拥挤的地铁站, 把他巴搭嚼着口香糖的女孩气得不轻。 在他看来, 在公共场合发出噪音, 就是没教养, 而没教养的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事实上, 除了收获一肚子怒火之外, 泰利拿这个女孩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种沮丧又会加重他的暴躁, 毁掉他一天的好心情, 这就是产生非理性的第二个原因, 对愿望绝对化的追求。 再有一个, 你可能还有小事化大的习惯, 你比如错过一场面试就觉得前途灰暗, 丢了一个钱包就觉得生活简直糟糕透了。 这种放大麻烦的习惯, 其实是我们老祖先遗传下来的本能。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在远古时代啊, 人类的生存压力非常大, 我们脆弱的生命在毒蛇野兽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因此, 人需要保持警惕,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威胁。 而夸大麻烦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得到别人的关心和帮助。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邻居用惊恐夸张的口吻跟你说, 我今天看到一条蛇三米长, 特别吓人, 一定会比轻描淡写的说一句, 前面有条蛇更能引起你的重视。 在今天, 我们的生存环境早已不像远古时代那么恶劣, 但是这种思维习惯却保留了下来, 成为了引发非理性的又一个原因。 生活难免会有挫折, 你越放大它就会越觉得沮丧。 好, 以上就是我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非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非理性思维不是一天形成的, 正是评价体系的偏差, 绝对化的要求和对麻烦的过分夸张, 让你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 变得抑郁愤怒无力。 说完了非理性产生的原因,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顾名思义, 就是将人的思维情绪行为视为一个整体, 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来减少负面情绪。 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 你不是被某一事件弄得难过, 相反是你自己制造了烦恼和痛苦。 展开来讲, 我们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拆分为三大要素, 它们分别是A代表事件, B代表看法, 而C则代表你的感受, 所以说这种方法也被简单的称为ABC法。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认为, 触发感受的并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你对事件的看法, 你的看法决定了情绪的方向。 让我们回到泰里的故事, 对他来讲呢, 在地铁上搅口香糖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 但对其他人来讲, 可能这就是一件不起言的小事。 泰里的愤怒并不是产生于搅口香糖的声音, 而是他思维中的必须, 公共场合必须保持安静, 破坏公共秩序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我们利用ABC法来分析这个例子, A试驾指的就是有个女孩搅口香糖, B看法指的就是泰里认为不应该在公共场合这么过躁, 这个女孩违反了公许良俗。 C感受自然就是泰里很生气。 看到没, 从A到C最关键的一步是B你的看法, 往往你的看法就是非理性的, 如果你的看法改变了, 感受自然也就改变了。 了解这一点之后, 你就不需要跟事件本身死磕, 你只要去改变思维方式, 就能够摆脱负面情绪的控制。 你举个例子, 心仪的对象拒绝了你的表白, 他对你说他并不喜欢你, 这就是事件。 这个时候, 非理性信念会告诉你, 没有人爱你, 你真是失败啊, 你不够好, 或者你会将求爱失败完全归咎于对方, 觉得对方是在故意伤害你, 所以他是个坏人。 但是呢, 如果你用理性的信念来看待这个事件, 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真的很喜欢他, 即便他不喜欢我, 也并不意味着我一无是处, 或者他十恶不赦。 我们都有优点, 只是不适合对方而已, 我可以喜欢别人, 也会被爱, 现在只需要知道, 我要如何找到更适合的对象。 这样一来呢, 你可能也会伤心和失望, 但这种情感是健康的, 它不会让你诋毁自己, 或者是怨恨他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并不是让你完全不产生情绪, 而是通过思维上的改变, 把自我厌弃、 愤怒、 暴躁等攻击性情绪转化为健康的情绪。 当意外发生时, 无论是健康的情绪, 还是攻击性的情绪, 都会让人难受, 但他们对事件结果的影响却是不同的, 健康的情绪会催促你反省自己, 采取行动, 而不健康的情绪却会驱使你逃避, 毁灭, 乃至自暴自弃。 比如说, 约翰因为自己的社交能力太差, 而不敢参加公司聚会, 他担心别人会嘲笑他, 也害怕自己会出丑。 出于这种心理, 他总是不去参加聚会, 表面上掩盖了自己社交能力差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 这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今后再遇到社交场合, 他还是会因为不会跟人喊喧而选择逃避。 久而久之, 压根没有培养社交能力的机会, 等到不得不面对时, 又会觉得自己失败透顶。 这个时候, 如果他能换一下思路, 用理性思维来看待自己社交能力差这个事件, 他会认识到, 这只是自己能力上的一个短板, 而并不是对他人格的否定。 即使没有在聚会上得到他人的注意, 也并不代表他一无是处。 明白了这一点, 他就可以选择下一步行动, 是默默离开, 还是鼓起勇气, 去跟同事寒暄, 主动权一直在他自己手中。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 下面呢, 来为你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如何利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挽救你的情绪。 我们会讲到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做无条件接纳自我, 听到这个词啊, 你可能会觉得特别鸡汤, 接纳自我难道就意味着可以不思进取, 就自我感觉良好吗? 其实这种想法呢, 是对接纳自我这一概念的错误认知。 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 追求爱、 尊严和成就感是人的本能, 也就是说呢, 实现自我价值的每个人的需求, 无需老师、 父母、 老板在你身后催促, 你也会本能的想把事情做好, 创造自己的价值。 你或许会问,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我还会在减肥时忍不住大吃大喝, 或者在该学习的时候忍不住玩手机呢? 其实这正是因为你没有接纳自我, 你给自己设置了太多的条件, 比如必须减肥多少斤, 必须考到多少分等等的,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绝对化的条件, 让你无法享受改变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你给自己设置了成功的条件, 就意味着结果一定会有成功和失败之分, 你会不自觉的担心结果的失败, 而无法享受做事情本身的快乐。 即便是偶尔成功了, 你也会担心, 那可能只是一时侥幸, 因此无法摆脱焦虑和恐惧的负面影响。 这种心态在生活中其实很常见, 当你用结果作为衡量一件事, 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准时, 成功与失败就会变成你对自己的评价, 你会紧张, 会怀疑自己, 也会非常害怕失败, 甚至会因为一两次的失败, 干脆觉得自己是个干啥啥不成的倒霉蛋。 但其实呢, 只要你对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人格足够的自信, 你就会知道, 即便某件事没做成, 也不代表你就失败了。 你需要的只是更好的方法和更长时间的练习, 当你开始不因失败来批评自己, 才能真正感受到改变带来的快乐。 因此, 接纳自己并不是为了偷懒, 而是为了找回肯定自己的动力。 那么, 你要如何才能无条件地接纳自己呢? 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你需要学会将行为和人格分离开来。 你可能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够好, 但并不意味着你很蠢。 你可能没有达到某一个目标, 但也不等于说你就是个失败者。 在任何时候, 只评价行为, 而不要轻易评价自己的人格和价值。 好, 我不该对他疑神疑鬼, 我不该因为工作而忽略了他的感受, 这都是正常的反省过程。 他可以选择接受自己在婚姻里做得不够好, 而不是将事情上升为对人格的批评, 我特别糟糕, 我不配他爱。 当他接受了自己的缺点, 而不是因为失败而不停地自我否定时, 他才能抽出一部分的精力和信心来思考应该如何改变在关系中的行为,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自我折磨。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法找回做事的快乐和动力, 就是无条件接纳自我赋予你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叫做无条件接纳他人。 听到这里, 你可能又忍不住要怀疑了, 难道当我看到明显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 或者是别人做错事的时候, 也要无条件地接受停止认知吗? 其实这个方法跟接纳自我一样, 指的是不要因为对方某一件事没做好, 就把它上升成为对对方人格的评价。 你可能常常会给别人贴上坏蛋、傻瓜或者无能的标签, 因为比较是人的本能, 而指责别人会让你在无意识中自我感觉良好。 但仔细想想, 愤怒只会加剧你心中的自以为师。 对于改变现状其实于事无补。 你在生活中应该也听过这样的话, 你在公园里丢垃圾真没素质, 或者复印个文件都出错, 他真是个笨蛋。 很多时候并不是对方的行为本身让你生气, 而是你把这件事当作对方的全部使, 才会觉得对方一无是处。 我们依旧来看泰利的故事, 他之所以那么生气, 是因为在他看来, 女孩搅口相堂的举动并不是无心之事, 而是在故意违反社会秩序。 他将这样一件小事当作是对方人格上的缺陷, 因此才会认为那是不可原谅的, 应该被严惩的。 可这时如果他能意识到, 这个女孩可能只是无意打扰到了他, 而不是故意给别人添堵时, 他可能会怎么做呢? 无论是暂时的忍耐, 还是走过去提醒女孩不要再发出噪音, 都不会让他那么焦虑和愤怒。 我们所说的无条件接纳他人,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姑息, 也不是说你根本不能去指责别人, 而是学会区分行为本身和对方的人格。 另一方面呢, 你需要意识到, 你自己的习惯并不是世界的运行法则, 即便其他人没有按照你的要求来行事, 也并不意味着对方就做错了, 你当然可以因为分歧而觉得不舒服, 但你并不能命令对方必须如你所愿, 比如呢, 你的习惯是在地铁上阅读, 你就不能因为别人在地铁上打游戏而批评人家懒。 如果对方真的打扰到你了, 提醒他改变行为, 而不是要求他改变性格。 当你改变了心态之后, 跟对方说话的语气也会自然变得平和温柔, 说服力更强, 也会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法, 无条件接纳他人。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调整心态的第三个方法, 量化困难。 我们之前说到了, 夸大麻烦的心态会引发内心的恐慌, 让你忍不住, 想要逃避或者抱怨。 有时候呢, 越是想着自己遇到的麻烦, 就会越苦恼, 因此你可以尝试给目前的意外定义一个百分比, 来控制他对生活的影响。 举个例子, 你可能会因为失业, 难过得好几晚睡不着觉, 觉得天都塌了。 这时候你可以试着将自己已经发生的事, 和你想象中会发生的事情, 去分开来。 已经发生的事呢, 是你失业了, 目前没有收入。 而你想象中可能发生的事是, 我的另一半不会再爱我了, 我的孩子也不会尊重我了, 我的父母也会对我失望, 我可能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了, 我将会陷入贫困, 这辈子就完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 除了失业本身之外, 让你苦恼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过分夸大麻烦的, 非理性思维在作祟。 当意外发生时, 你应该尽快将实际影响和可能影响区分开来, 不要过度的夸大, 也别盲目乐观。 诚实的按照意外造成的实际影响来设置比重。 一旦你告诉自己, 这件事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就可以抽出一部分精力来思考, 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件事, 而不是一味抱怨生活有多残酷, 有多糟糕。 还记得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吗? 意外无法避免, 但你永远能够选择如何应对它。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法, 量化困难。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方法都需要反复的练习, 才能不断强化, 最后成为本能的反应, 帮你摆脱情绪的控制, 过上快乐的人生。 好了,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讲到了非理性思维产生的三个原因, 评价体系的偏差, 对愿望绝对化的追求, 以及放大麻烦获得关注的心态。 这些非理性思维会让我们陷入沮丧、 焦虑、 暴躁等负面情绪, 破坏人际关系, 放大你生活的无力感, 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疾病。 其次, 我们讲到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 诱发情绪的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经过你解读之后的反应。 你无法左右事件本身, 但却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摆脱负面情绪。 最后我们讲到了利用理性情绪行为疗法, 调整心态的三个方法, 分别是, 无条件接纳自己, 无条件接纳他人, 和根据实际已经产生的影响, 来评估生活中意外事件的比重。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